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撒哈拉沙漠的规模可不是开玩笑的 它横跨非洲北部 面积约为91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美国的面积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撒哈拉沙漠中迷路了 可能会走上好几个月 还是找不到出口 当然 我们不建议大家亲自去试试 毕竟这里的气温可以高达50摄氏度 水源也极其稀少 撒哈拉沙漠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 曾几何时 这里还是一片绿洲 充满了湖泊和河流 考古学家在沙漠中发现了古代人类的遗迹 证明这里曾经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随着气候变迁 这片土地逐渐变得干燥 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现的沙漠 说到撒哈拉沙漠 怎能不提到它的沙丘呢 这些沙丘有的高达180米 相当于一座50层高的大楼 当风吹过沙丘时 沙里会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这种现象被称为沙漠之歌 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 但实际上 这种声音可能会让你感到毛骨悚然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撒哈拉沙漠中还有一个神秘的现象 那就是沙漠玫瑰 这些奇特的矿物结晶形状像玫瑰花瓣 通常由石膏或重金石组成 它们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 需要特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沙漠玫瑰不仅是地质学家的宝藏 也是游客们争相拍照的对象 当然 撒哈拉沙漠并非一片死寂 这里生活着许多适应了极端环境的动植物 例如 沙漠湖 Phanic Fox 以其巨大的耳朵和可爱的外表著称 它们的耳朵不仅用来听觉 还能帮助散热 还有骆驼 这些沙漠之洲能够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生存数周 成为人类在沙漠中的最佳伙伴 最后 我们来谈谈撒哈拉沙漠中的人类 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百波尔人和图阿雷格人 他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图阿雷格人被称为蓝色人 因为他们穿着蓝色的长袍 这些长袍在历日下能够反射阳光 保持凉爽 他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智慧和韧性 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总结来说 撒哈拉沙漠是一片充满奇观和奥秘的土地 它的壮丽景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 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大家 对这片神秘沙海的兴趣 也许有一天 你们也会亲自踏上这片土地 去探索它的无尽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星空之夜 沙漠中的璀璨星河 第二章 星空之夜 沙漠中的璀璨星河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星空之夜 沙漠中的璀璨星河 这个主题听起来 就像是一部浪漫的电影 对吧 但其实 这里面蕴含了许多科学知识 和文化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 这片神秘的星空面纱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沙漠 沙漠 这个看似荒凉的地方 其实是观星的绝佳地点 为什么呢 因为沙漠地区 通常远离城市的光污染 空气干燥 云层稀少 这些条件都使得夜空更加清晰 想象一下 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中 仰望星空 那种感觉 真是无与伦比 在沙漠中观星 不仅仅是现代人的爱好 古人早已经这么做了 古埃及人 巴比伦人和阿拉伯人 都曾在沙漠中观察星空 并且 他们的观察结果 对后世影响深远 比如 古埃及人根据天狼星的出现 来确定尼罗河的泛滥时间 这对于他们的农业生产 至关重要 说到阿拉伯人 他们在沙漠中的观星活动 更是充满了浪漫色彩 阿拉伯的诗人们 常常在星空下迎试作对 描绘他们心中的爱情和梦想 这些诗句不仅仅是文学作品 更是他们对宇宙的思考和探索 当然 沙漠中的星空 也不仅仅是浪漫和诗意 现代天文学家们 在沙漠中建立了许多天文台 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 来观测宇宙 比如 位于智利阿塔卡玛沙漠的 奥迈天文台 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射电天文台之一 它帮助科学家们 揭示了许多宇宙的奥秘 比如恒星的形成 和黑洞的性质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有一次 一位天文学家 在沙漠中观星时 突然发现了一颗 非常明亮的星星 他兴奋地记录下来 并且开始研究 这颗星星的特性 结果 经过一番仔细的分析 他发现 这颗星星 其实是一颗人造卫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专业的天文学家 有时也会被 星空中的假象所迷惑 总结来说 沙漠中的星空 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 更是科学探索 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无论是古代的观星活动 还是现代的天文研究 沙漠中的璀璨星河 都在不断启发着 我们对宇宙的好奇和热爱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下次仰望星空时 能够想起 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知识 并且感受到那份 来自宇宙的神秘与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骆驼之旅 体验古老的沙漠交通 第三章 骆驼之旅 体验古老的沙漠交通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 充满神秘与惊奇的旅程 这段旅程将带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老的沙漠 体验一种古老而独特的交通工具 骆驼 骆驼 这种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动物 早在数千年前 就成为了人类在沙漠中 不可或缺的伙伴 骆驼的耐力和适应性 使它们成为沙漠中的 理想交通工具 它们能够在极端的高温 和缺水环境中生存 并且能够长时间负重行走 这些特性 使得骆驼成为了古代商队 和探险家们的最佳选择 让我们先来看看 骆驼的生理结构 骆驼有助独特的 双层眼睫和长睫毛 这些特征能够有效地 防止沙尘进入眼睛 此外 骆驼的鼻孔可以闭合 以防止沙尘进入呼吸道 骆驼的脚掌宽大而柔软 能够有效地分散体重 防止陷入沙中 这些特征 使得骆驼在沙漠中 行走如绿平地 骆驼的耐力 也是无与伦比的 它们能够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生存疏天 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 大量饮水储存在体内 这使得骆驼成为了沙漠中 长途旅行的理想伙伴 古代的商队 常常依靠骆驼穿越广袤的沙漠 将丝绸 香料和其他贵重物品 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古代 有一位名叫马可 波罗的探险家 他在前往中国的途中 曾经依靠骆驼穿越了广袤的戈壁沙漠 马可 波罗在他的游击中 描述了骆驼的神奇之处 并且对骆驼的耐力和是硬性赞不绝口 他甚至开玩笑说 如果不是骆驼 它可能早已成为沙漠中的一对白骨了 骆驼不仅在古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今天在一些沙漠的区 骆驼依然扮演住重要角色 许多游客前往沙漠旅游时 都会选择骑骆驼 体验这种古老的交通方式 骑在骆驼背上 感受住沙漠的宁静与壮丽 这种体验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总结来说 骆驼作为古老的沙漠交通工具 不仅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今天依然是沙漠旅游中的一大亮点 骆驼的耐力是硬性和独特的生理结构 使得它们成为了沙漠中的真正英雄 希望大家在未来有机会 亲自体验一下骑骆驼的乐趣 感受这种古老而神奇的交通方式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记得 下次上课前 别忘了戴上你的沙漠帽和防晒霜 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沙漠 探险等住你们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的沙漠探险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在撒哈拉沙漠的 无银沙海里探险 遥望了沙漠中的璀璨星河 并体验了古老而独特的交通工具 骆驼 这一趟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 撒哈拉的壮丽 星空的神秘和骆驼的无与伦比 简单总结一下 撒哈拉沙漠不仅仅是地球上一片广袤的沙海 更是历史和文化的宝藏 我们见识到了高达180米的沙丘 听到了沙漠之歌 看到了神秘的沙漠玫瑰 还发现了适应极端环境的动植物 而在夜晚 沙漠的星空如同一幅无边的画卷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都是天文学家的天堂 最后 我们骑上了骆驼 体验了古老的沙漠交通工具 感受到了他们那无与伦比的耐力和适应性 深入分析一下 撒哈拉沙漠不仅仅是一片荒凉的地带 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和科学价值 从古埃及人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泛滥 到现代天文学家 在沙漠中建立先进的天文台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从未停止 而骆驼 这种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动物 则见证了人类在沙漠中的生存智慧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撒哈拉沙漠和沙漠中的星空 有更多的理解和好奇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能有机会 亲自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 那么你们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下次我们还有更多的沙漠探险等着你们 记得带上你的冒险精神哦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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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